在分享的時候怎樣控制時間呢? 肯定是有個鐘在這裡才容易 你沒有個鐘一定不行 有時的確我自己都試過很多次這樣 因為我想multivate的人 即我預備的時候 我可能寫了幾點去預備的人 但在說的時候發覺不行 他們沒有被激勵起 隱然都是激勵起他們 可能我就找一些生動的故事 一些生動的例子激勵他們 讓他們被激勵 但當時發覺已經講完故事 比平時更久 中間的確我立即要調教 我要減少哪個部份 即是我要看著時間 減少哪個部份 這是我常常會做的事 即是說根據那個情況 我最近要保留什麼呢? 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就要去那個目的 有時中間有些事情就要減少了 我試過因為有些傳統人 都給他們的廣道 寫給我看給我意見 那我就發覺 用思想寫出來的廣道 有時是會 都挺難說的 我見過有些廣道是怎樣呢? 真的有十點 他帶領了一件事 又帶領了一件事 很複雜 而且不是全部向同一方向 這也是因為他想到廣道的時候 他想到有些人不喜樂 有些人會有病 有些什麼情況 我們應該喜樂 又有些什麼故事 加很多例子 就變得很複雜 那時候達不到目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 我講到廣道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 我向什麼目的 我每一個部分 都是向那個目的去的 當你有這個目的的時候 當你說的時候 你時間不夠了 你就要將一些部分 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剪掉了 最重要是達到那個目的 我想他們有喜樂 我怎樣達到那個目的呢? 控制時間是有不同的情況 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教會告訴你 你半個小時而已 你就真的要半個小時 這是我們作為一個傳道人 應該守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這次別人叫你半個小時 你說了一個小時 下一次他肯定都不想你來 你斷了你的路 他們也很難為 有些情況 有些聚會 就沒有這樣的壓 就是時間上那麼重要 不過呢 有另一個因素 就是人們的沉悶程度 因為他們眼睡的時候 你又要想一下 我原來不行 那你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激勵他們 一起起床動一下 一起說些說話 動一下 跟著坐下 但一會兒坐完一會兒 又有些人睡過了 就是有些人眼睡著 這也是一個控制時間的需要的情況 但那個方法呢 基本上就是 當你有經驗掛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intro 你想激勵 引起人興趣的部分 你可能要減少一些 那你最重要 這個信息 你寫的時候 都要想一下 哪個部分最重要 那個部分我一定要講 有哪些部分 可能不用講的 那些部分就要切斷 那我講回我起初 講到的時候 我發覺呢 我還沒講到 我一直在做什麼 糟糕 第一點 怎樣接到第二點呢? 中間怎樣轉一轉呢? 我真的在想過 所以我在第一個教會服侍的時候 其實是我這樣的 我在未曾做牧師呢 我也有試過在學校講到 我就沒有這個情況 那時候 因為沒有那麼大 或者那些人沒有那麼多要求 或者什麼 但是做了牧師 那些人的要求是多了 還有負面的聲音也有 然後想 是怎樣轉 第一點到第二點 第二點到第三點 有些教會跟我說 他說 牧師你還沒講到 好像整個人 埋了定了 那樣 就是一直在想 但是呢 到後期 到現在 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這個情況已經沒有了 因為我只是想著 我今天想講什麼呢? 今天想他們一起有喜樂 這個意念在我心裡經常都有 我用什麼 就是我多少內容 我說多少 不要緊要 最重要是達到這個目的 就是我心裡就是想這個目的 是的 如果我轉接你都 隨日時間 是容易很多 就是不用想得那麼辛苦 那這個也是一個經驗 就是 求主幫助大家 越多分享 就越能夠 越容易興省分享 跟誰 有節目 在哪兒 在哪兒 我從來 就算她 在哪兒 有節目 在哪兒